感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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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文化现在基本上融入一体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现在 现代文化或者说是西方文化 它的力量稍微强一点 因为很多人依靠一些西方的电影 电视这样的影响 我前两天在一个学校里面也讲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真正的文化有点堕落 因为文化并不是文字上的东西 也不是挂在墙上的一个不是这样的 但真正的文化可能要传承下来的 然后我们经常说五千年的文化或者说八千年的文化 或者说两千五百年的文化 像儒家文化 道教文化 佛教文化 都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五百多年吧 那个时候 这样的话 如今它的文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有没有五千年或者八千年 现在整个全世界而言可能埃及文明 印度文明 日本文明 包括中国文明像这样的文明的连现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说八千年 有些是七千年等等不同的 但是这样的文明现在新一代人身上到底有什么呢 也是比较难寻理除了文字以外 我们现在真正的 比如说两千多年的文化有什么呢 像佛教里面有个别的文化还存在 比如说穿的衣服也好 他念诵的经文 还要做的一些仪式和仪柜 这些有一部分到现代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这种做法 就是一模一样的还存在 然后像其他宗教的话 有部分的仪式可能是存在的 部分的仪式存在的 但真正的 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人们的生活当中有文化没有呢 现在很难说 很难找到 比如说我是一个家庭的话 那我们家里多年以来的儒家思想的文化有没有呢 基本上都没有 当时可能是因为各种情况吧 整个文化实际上也是有一种断层的现象 这样一来的话 现在都是在整个全球都是寻找一个 新的文化和新的知识 是这么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说 各个宗教有没有一个共性的话 实际上也可以说 比如说慈悲 爱 这些是应该每一个宗教共同拥有的 然后我们对这些宗教怎么样理解的话 应该是彼此尊重啊 我们以前也是对各个宗教的一些信徒 大德 他们各自都讲自己的 比如说讲和平 基督教他可以用他的方式来讲和平 佛教可以用他的方式来讲和平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各个宗教在某种意义上面也有他们的共性力 但是真正的文化现在很难说 现在有些父母经常说90后和80后的 你们现在不懂文化 你们现在没有什么价值观 实际上是整个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此这种共性怎么讲 就觉得到底有没有文化 我们自己可能要值得探索了 我们自己可能要值得 值得探索了 对吧 好 第一个问题 看部已经回答完毕 第二个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特征非常明显 一个是科技快速的发展 似乎是推着我们往前走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文化 传统文化似乎是又让我们向后看 一个向前的力量 一个是向后看的力量 我感觉它两者之间的方向可能是不太一样 甚至正好是相反的 那么请问看部 您觉得科技的进步的向前和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向后 在现代社会当中如何去兼容它 按看部 请回答 向前 先后 实际上我认为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我们到今天之前 就像刚才讲的不管是从五千年还是三千年 一直到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些智慧 其实它可以叫做是一种传统文化 然后现在智能时代以后的科技知识 可以现代发生或者是以后发生的 但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人身上 应该是看我们人怎么样接受 其实科技知识它算是一种工具 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 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数据集聚在一起 这叫做是科技时代 然后传统文化它当时所有的我们的知识 也熟记在当时的人们的社会传统当中 这就是当时的传统文化 但现在关键是我们的人类怎么样 是不是把所有以前的历史 以前的文学 以前的知识 全部都是放在藏经歌当中 只是留一个书本文献而已 除此之外没有的话 我们本身都是没有什么传统文化了 所以传统文化表面上看到好像是在往前 但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当中 每一个人的传承当中一直到今天也是有的 它并不是一直跟我们远离的 它应该是它配置我们到了今天 那么以后看科技知识的工具能不能用 也许我们以后今天的科技知识再过十年 二十年 我看到有一本书里面讲 再过可能七十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拥有的所有的这些包括工具这些都是可能不会用的 因为变化很快 昨天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给我拿了一张 我降生的那一年也就是62年的一些报纸 他们说当年你的生日那一天的四川日报 人民日报 这我看了我昨天晚上很感兴趣看当时发生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发生的什么样 我非常认真地读了 读的时候大多数的内容全部是农业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农业打过 不管是什么样的当时四川重大的事情也好 然后整个北京人民日报的重大的事情 全部是农业上的一些问题发生的是这样的 然后我在想 我们再过五十几年在这样的时候 也许我们今天认为现在科技时代如何如何如何 那么也许可能变化完全都是跟这个生存方式 生活方式完全都是不是那么完全相同的 所以人类不单地在变化的时候 当时认为是我们这个最科学的 最现金的 但是到那里的时候也许全部都会变化 只不过是方式变了而已 就是方式变了而已 所以我们最关键其实是 对传统文化要有一种感悟 如果没有感悟的话 光是我们老师也是讲传统文化很重要很重要 这样的话可能意义不达的 传统文化当中 传统文化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利益 就是最关键的它的利益我们就明白 我们如果每个人已经明白的话 那它应该是一直陪着我们的 如果我们觉得它是一种生活垃圾 它是一种传统的迷信思想 这样它早已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境遇 所以我觉得科技的发展也好 或者说历史的进程的话 最关键是我们人到底有没有悟性 这个文化的价值如果我们真正是已经悟导它 那我们不得不重视 一定会是重视 如果我们人只是站在一个学问的角度 然后并没有悟导它传统文化的真正的内容和价值的话 也许可能我们对它不一定是那么的重视 刊布 刚才说到科技 当代的科技三大前沿领域 一个是生命科学 我们知道佛教对于生命的解释是非常令人服气的 另外一个就是航空航天 前一段时间公布的黑脸的照片 很多人都觉得跟佛学院的那个徽章的logo是撞脸的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偶然的 那么第三个领域就是科学的企业领域就是人工智能 莫名地问一下 看不过人工智能可怕吗 现在很多科学家也是比较关注 应该是去年吧 去年我们泰国第八届世界佛教研讨会开的时候 把人工智能与佛学这两个是主要的话题 但是当时我没有去乘 我本来想自己立的这个题 很想好好地去分享自己的思想 但是后来临走的时候有其他事情没有去乘 然后我们请的有一个学者 我就跟他写信你一定要去 我也去结果我没有去乘 然后他说堪布让我来 结果来了以后他也没有来他就欺骗了我 所以我是这样的 本来去年在这个上面 人工智能方面我自己也很感兴趣 确实现在各个专家各个基层的人都各所纷纭 大家都有些觉得人工智能没有什么可怕的 有些觉得人工智能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我自己从佛学层面讲觉得可能他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人工智能所有的这些其实只是这些技术 或者说这些大数据的操作全部都是我们人造作的 如果我们的人心不是特别恶的话 那人工智能实际上完全也可以控制的 然后后来我应该是 2017年的时候当时也是 2017年的时候在诗经会的时候也就问了一些 当时阿尔法沟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发明者吧 当时对他取名的科学家跟他也是有几次的探讨 探讨过程当中我也问过到底人工智能会不会很可怕的 他会不会将来征服人类会不会整个人类毁灭 那会不会这个机器人超过人类 现在有些科幻片里面讲得看起来很可怕的 最后机器人来了以后整个把我们人类全部都已经毁灭了 有没有那样的可怕 还有阿里巴巴的有一些也是Google这边上班的 有一些科学家也问过他们 但他们这些科学家都认为可能在世间当中 为了吸引我们的眼球做的各种各样的困惑片 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而已 只不过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而已 实际上应该没有那么可怕 后来我也看了最近比较出名的人类见识和未来见识 在这个书当中说的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跟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 将来会有翻天覆地这样的一种变化 但是人工正能完全征服人这是应该不可能的 只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将来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种变化 有一本书里面这么讲的呢 我们现在一天八个小时上班的话 再过五十年以后一个礼拜只上班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因为大多数都是以机器人来做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是比较轻松 全是集结化 开车的人不用 无人教师说一说车也不用 只要刷二维码就可以了 就不用了 然后老师也大多数都 因为现在我们传统的老师就是老师在上面讲 学生下面听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行业都有变化的 都跟以往的传统模式有一定的变化 唯一的学校里面变化不是很大 还是老师在上面 学生还是在下面带着 但现在西方很多学校认为这是非常落后的一种做法 一定要有变化以后有机器人或者通过网络教学就可以了 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 有各种说法 所以说可能将来的生活模式会改变的 跟现在有很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一直在想 包括我为什么刚才讲老师们可能要学习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老师这个智慧抱不住的话 那可能有点困难 尤其是现在我们西方式的老师和医生 很多都是专业 专业的话呢 比如说我是化学老师 我只会教化学老师 那么无力我可能不会教 语文不会教 我如果是医生的话 我是外科医生 我看耳朵的话 我一辈子看耳朵 一旦这个智慧找不到的话 那这个我虽然是医生 但是没有的 像中医的话不是这样的 中医的话并不是指这个地方 在另外一个地方 即使他猜得不准的话 觉得可能是他说得对 因为中医的话有时候很奥妙的 所以你认为是 他的脉落在这里 很多中医的说法都不同的 给我按摩的时候 有些人说你头痛的时候你的这个经络在脚底下 有些说是经络在这里 每个中医都 但我真以为是可能是真的 这样的 所以习以不相同的 习以必须在这里头痛的话必须要止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来 尤其是专业的课程一旦抱不住的话 可能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在自己的专业方面 如果有变化还是大家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好 全部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这个传统文化 第三个问题呢 是我作为女性 这个在复旦大学的论坛当中 我曾经问过你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座的也可以看 这个女生女老师非常多 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传统的文化当中 或者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社会丰富是男更女之 或者是男主外女主内 现在我们这个女性顶起了半边天 这个参与社会活动 参与社会的社交 这个自己自主能养活自己 您觉得这个我们 但是呢 女性在社会上是受歧视的 包括就业 包括其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您觉得我们作为女性 如何来定位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的地位 她们请回答 你们不是特意安排 今天前面做的大多数都是女性老师 不是特意安排的吗 是吧 这样的 其实我也是思考 前一段时间在青岛大学的时候 他们有些人也问我 说现在学佛的女性比较多一点 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他们这样讲的 我说我这次去一些佛教团体的时候 确实学佛的女性比较多一点 然后去监狱里面的时候呢 男性的人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去了很多监狱 一般来讲 比如说一个监狱 比如说某个圣 某个圣他有一千个男生 灌在监狱的话 那这个圣可能有一百个人左右 基本上女性灌在监狱里面的人很少 然后我开玩笑说 学佛的人可能女性多一点 犯法的人是不是男性多一点 然后我说不能这么说 不然男众对我也会攻击的 不过我还是统计过 因为去佛教团体不管是到西方也好 到很多地方女性比较多一点的 我问过基督教的 他们说基督教的也是女性比较多的 我当时在法国的时候也问过一个基督教的 他们说也是女性比较多一点 这样的这个是当然数量来说的话 可能也确定不了 包括我们可能一些领导层 在新闻里面看的时候 也是当领导的应该男性比较多一点 男性可能到一定的时候社会上是比较能干 一般来讲在学校里面 我也问过一些大学的老师 但大学里面学生的成绩当中 就是女性的成绩比较好一点 就很多大学老师说我们这个普遍的 就是因为可能男生是比较好爱玩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但是到了社会上确实也是从就业率上面看的话 可能男性是比较就业的比较好一点 这个原因可能是女性在学校毕业以后 可能着重地重视一些感情上面 感情上面比较重视之后如果成了家 生孩子 这样以后因为他的生理和特殊的 以及这样的地位的原因的话 那么社会上如果要招聘或者是这个时候 对他的适用率方面有一定的差别 再加上很多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大多数的女性的关注点 她可能会对家庭的责任 对孩子的关心 就是这方面比较倾向 所以我们经常男性女性探讨的过程当中 一般女性经常讲我将来有什么宝宝啊 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他如何如何可爱啊 就这方面比较关心 然后男性可能是对事业比较执着 他对自己整个家庭宏观方面的管理也好 或者说他对自己的事业 或者说他对整个国家大事 对整个经济各方面的去向他就比较重视 所以可能我们人的胜利 年龄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 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 再加上社会责任也不同 因为一个是可能社会的责任比较重一点 还有一个可能对家庭的责任比较重一点 这样一来他们的去向也可能不同 社会上也并不是完全说对他劣势 轻势 不是这样的 但是每个人都是非常实用主义者 因此有些企业也好在就业的过程当中 可能女性跟男性有些差别的原因是这样的吧 好 当然看部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带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位 叫做政治思想教育部的一位老师 向看部提醒 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今年上半年中标了一个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的题目很长 大概的就是叫做佛教戒律的中国化 佛教戒律的中国化 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研究 可能是这样一个课题 所以他上个月告诉我 他说我中了这个课题 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的课题当中有一个方面 就是佛教的现代性 佛教的现代性 那么请问看部 佛教要与时俱进吗 佛教的 首先讲它的戒律 其实佛教有很多的戒律 出家的戒律 在家的戒律比较多 还有密城戒 菩萨戒 戒律比较多 其中最基本的一些戒律 就是我们在家的三规五戒 三规五戒里面就是五种戒律 五种戒律我们在座的 可能个别老师也可能听说过 就是所谓的杀盗 阴亡 还有不饮救 这叫做五条戒 这五条戒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种佛教的戒律 但实际上确实它是一个 规范我们行为的一种准则 如果你不杀人 他这里的戒里面不杀人 只是一条 这个不杀人的话哪一个国家 他不叫戒律 其他我们经常叫法律 法律里面不杀人 然后道 道的话就不偷道 而且当然道的界限比较多 我们的道如果受到王法的 惩罚的 这样的界限叫道 那这样也是从法律上面讲这个应该是偷盗 这也是任何国家都是不准偷东西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法律 硬的话破坏家庭 这是不管是哪个国家也是很重视的 还有王 王的话欺骗欺诈 这叫做四条 在这个上面应酒 喝了酒以后人的整个甚至都混乱迷乱 最后做很多非法的事情 所以这五条实际上是 表面看起来这是佛教的一个戒律 但实际上这是各个国家的应该说非常符合他们的法律 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去一些监狱里面的时候 就经常问这些犯人你干了什么 然后他说我杀人了 我偷盗了 我欺骗了 我破坏家庭的时候如何如何 我或者说喝酒的时候中间不注意然后杀了人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这五条街大家都遵守得很好的话 应该去监狱的人都非常少 这不仅是哪个国家都一样的 基本上我们2500多年前有这样一个制定的法律也好 纪律也好 这就是人类共性的一个法律这是我们的整个佛教戒律的一个探索 这是应该值得研究 为什么在2500多年前对这样的一个准则到今天 也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人类基本的法治或者基本的观念 同时你刚才讲的佛教到底需不需要与世寄进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佛教的这些内容应该是完全可以跟得上现代的社会 虽然科技如今这么的发达可以说是到了定见之际 但如今的话可以说佛教里面讲不管是空性的思想也好 无常的思想也好 无恶的思想也好 这些思想到今天也是不管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 你要推翻它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办法推翻的 而且跟现在人们所讲到的这些 其实科学家他们也是通过佛法的方式来超乎自己的心的话 完全都是非常适用 所以从佛教的教义上他慈悲和智慧到现在也是如此的鲜活 没有必要再改革 只是在这个方法可能要与世俱进 包括我们现在佛教弘法的方法 也是依靠以前我们用的光盘这些 我们现在依靠一些网络时代的各种工具 这些都是应该可以用的 然后佛教这些传播的方法也可以完全都是与世俱进 与世俱进的话 以前阿易斯坦也是讲过吧他说任何一个宗教 如果科学完全能邪受兵器的话那这是佛教 这是他确实在他的著作当中说过 所以说科学再怎么样发展应该是佛教的思想跟得上 但是这个方法和手段也许需要跟与世俱进 包括禅修也好包括寺院建筑的一些风格 然后寺院的有一些按照现在的一些理念也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有些佛教徒把佛教的内容做成摇滚音乐 这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看不这个开始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位老师会有启发 五界与其说是佛教的界律 不如说是我们为人的底线 能这样理解吗 应该可以这么说 时间过得非常快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留给康普和参会者来一个互动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感恩康普 我们看参会者哪一位有什么要向康普请教的 我们把刘伟穿白T恤的那位先生 康普你好 我是来自南京临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要多看书少看电子产品 但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的时间都比较紧嘛 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看书 但是通过电子产品来学习 却变成一种很普遍的方式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顾问号 上面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文章 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文化娱乐节目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听书APP 它可以五十分钟就讲完一本书 包括你看我自己天天戴着耳机也是在听书嘛 那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些电子产品学习的方式 来替代看书这件事情呢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如果电子产品用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 因为我们不得不用它 以前我出去的时候我会被一大半数 现在只有一个电脑除了极特殊的以外都不带书 没办法 要带的话要带很多 但是电子产品的危害什么样呢 可能也许自己的习惯吧 好像它给我带来牛下的印象不是那么深 不像书本里面所学的知识 也许是可能这是像我的话大概可能三个世纪 八十年代开始都是一直看书看书 这几年就看电脑 之前一直是一辈子用书 所以现在扭下来的这种印象好像是有一定的差别 还有一个我们可能电子产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比较碎片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话 跟大家也有一定的困难 其实我们现在的有些碎片文化它的特点 每一个都有很有灿烂的 就比较吸引力的 但是你没有一个柱线穿起来的话 它是看完了以后就忘完了 看完了以后就消失了 所以给我个人留下来的印象不是那么深 它不像我们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框架式的建筑一样的 它相当于是一个个体的一种挖砖 吹片 一直这样的 每一张文章和每一个讲的时候 哇 很好很好 听的时候也是你讲得很好很好 但是你亲自听的 有些老师的课跟网络上听的 有些时候也有一种 我们佛教里面讲加持力 就是力量方面有一点点差别 虽然电子产品很好 很方便 携带也方便 大概也方便 最后看完了以后不需要书一样的 像我们有些藏文书的话一条一条的 看完了以后又要报半天 但不需要这些 所以它有它的优点 但它有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可能是比较散 正因为这样我看到欧美的很多学者 他们都特别喜欢着重于看书为主 所以在他们的这种直媒体 包括书店里面的声音一直是比较好的 他们大多数只要有机会的话 他宁可花的钱多一点 把书拿回来然后在书上打记号 然后书不断地看不断地看 这样对他留下来的影响也很深的 所以我个人喜欢的话应该书得好一点 因为有书它好像众生给我陪伴着 而且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好的话 好像放在这里心里很舒服的 就这样的 如果电脑上的话 虽然它对我祈祷是很大的作用 但有时候可能这是一种分辨力 但是也许可能它有真的一种力量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说两方面都有它的特点吧 您好 我是来自江苏开放大学的一名老师 我专业背景是计算机科学技术 从去年开始我陆续读了您的几本著作 其中有一篇文章写的 对父母的最大的孝顺就是让他学佛 但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家人在面对我学习佛法这件事情上 还是比较反对的 刚才您在讲的这个戒律当中 其中有一个就提到了欺骗 包括我现在也是在欺骗家人 说我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我来到这里 我只是说我到一个学校参加学术交流 然后刚才您讲到这个时候 我心里面就在想 这算不算对家人的一个欺骗呢 其实好朋友也讲 也许善意的欺骗呢也不算 可能我慢慢地改变自己 让他们也会认识到 通过学佛呢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好 他们也许就会支持我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时间能有多长 请刊目给我一些指导 谢谢你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不叫欺骗吧 因为确实我们这里是一个学术交流 而且是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交流 所以说这种交流我们也可以跟他说 他也没有问具体哪方面的专业 如果他问具体哪方面的专业的时候 也可以跟他说 而且我们如果说专业的话 也是力主当下但未来的一个学术交流 完全把我们的题目也告诉他的话 他肯定会放心 这是也方便开玩笑 一方面我们有时候从佛教的层面讲 这叫做方便的语言 包括你们可能家人 家人互相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其实家里人夫妻之间 我看到经常互相有一些类似的方便网语 本来自己没有去某个地方 他非要问经常特别关注的时候 经常也有一些方便的语言 这个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吧 也可以这么讲 当然我们说的从佛教的层面讲 父母如果愿意学习的话 佛教对他的可能利益是大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师也好 很多的教育 人有生老死病整个人生都是这样的 但我们对学生教的大多数是可能 人在生存过程当中的生活 你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然后你追求的家庭也好 工作也好或者是这些 然后一旦我们生病了怎么办 老了怎么办 死了以后怎么办 对人生全部的知识 我们老师也很多都没有怎么传 最成功的一个老师 其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 大的环节和问题应该给他们讲 这样讲的话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如果我们不需要生老死病的话 我们只是关心眼前的今天的生活都可以 但其实也并不是 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生病 生病的时候如何转为道用 最后我们衰老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都很痛苦 其实如果有一些修行 佛教的有些修行 尤其是有些无常观的话 应该是很多人特别容易接受 我们学佛并不是传播一个思想 不是这个目的 完全不是这个目的 而且完全是对别人有一种 对他的生活 他今生来世都是非常有帮助 就是这个层面讲的 所以如果我刚才还没有来上课之前 我们那边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修行人 九十四岁吧 我看到他的传记 别人对他采访的 他说我从小的时候人生都无常 这方面感悟很深的 从小的时候人生就无常 所以我的一生当中 不管是发生任何变化的时候 我都完全能接受 我当时心里想 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老师和学生 如果从小都是有这样的观念的话 可能确实接受能力很强的 因为看起来佛教的无常观好像很悲观 这个怎么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们人生确实是无常的 我们财富 我昨天在路上听到一个背景的一个人的电话 他说他以前应该是他们家里的特别富裕 他也是参加一个非常具有金钱的这么一个公司 好几百个亿 然后昨天马上宣布说这个公司就裁员就解散了 他们家里有好几百万的 大概八百万左右的资金放在里面 然后现在一分钱的拉布隆全部都崩溃了 所以这样的无常意出现的时候 有些人根本接受不了 不知道怎么办 是自杀好还是当乞丐好还是怎么样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变化 就是家庭也好 生活也好 感情也好 许许多多的变化 如果没有无常的观念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在想 我们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变化 这种变化能接受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其实这个父母我们对他的孝顺 有更高的一些精神层面的 我们学佛并不是非要他让你阿弥陀佛 不是这样的 如果他真的是精神当中觉悟更高的 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话 原来洪一大师刚开始出家的时候都是很多人都反对 后来他出了家以后他的伟大的贡献 大家都很明白的 所以说我们都是并不建议非要把父母学佛 在任何我们的群体当中每个人都有自由的选择 包括各个宗教 你如果是学其他宗教的话 我们千万不能把它通化 你一定要学我的宗教 如果不信仰的人你一定要信仰 其实这个方法不是很好的 但从你解脱的角度来讲可能你有一些信仰 这样对你个人的成长和个人的人生还是很有意义的 谭布林好 我是来自南京洞院大学金管院的一名学生 我想请问一下在当代学生情况问题方面 如何很难和平分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去对执着的一方进行一个引导 感谢收拾 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经验怎么办 怎么办呢 那我用推断好吧 我用推你来给你回答 这样的 我们一般人的这种认识 都有一种因缘 缘分 而且不管是学生时代也好 还是步入社会以后的过程当中 人都有有和的 有利的 有分的 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现在 尤其是这个时代当中 现在变化是特别快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哪一方 还是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 最好不要变成臭缘 好想味道不好 怎么办 就可以了吧 哈哈哈哈 上师您好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学生 首先感恩上师 因为我前几天才在家里面 就是发愿请菩萨 保佑我尽快地理解王阳明的思想 然后可以有时间更好的系统的学习佛法 然后今天上师您就特地讲到了王阳明 就给了我更大的信心 所以首先感恩上师 其次 有点激动 我想问上师的问题是 我通过学习王阳明的学说 然后在平时的生活中产生了一个转变 比如说就是观看 就是观察自己的内心的变化 然后比如说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圈 我的同学 他现在去法语的就是广播电视工作 然后当时我看到我心想 哇好厉害 法语这么厉害 然后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嫉妒心 然后换过以前我可能就疏忽过去了 然后现在我就会抓住这一点 然后努力克制 然后通过一些您讲的方法 比如说就是自他交换 观察如果是另外一个人这么做的话 我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可怜可悲 背上这么一个思想的包袱 然后这样克制自己 但是还是克制不下去 然后后来又产生就是希望 就是升起立他心 想如果我有这样的法语的技能 我一定要帮助更多的人 就是如果他们有什么帮助的话 我可以通过这些技能帮助到他们 我的问题就是像上师我这样 通过观察自己的内心 并把自己的不良情绪就是克制下去 可不可以算作是修心的入门呢 谢谢上师 王阳明实际上是他跟我们很多宗教人士跟有些不同的 但他也有比较相同的几个点 第一个 他大概在十岁的时候 他流露很多的四词 从他的专辑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有些人觉得肯定是包括他的一些家人装的 结果确实是不管是山也好 水也好 让他什么作为对境 邂逝的话 他马上自然流露出来 他生来跟其他很多人都不同 就像佛教里面的全知蒙芬仁波切一样的 全知蒙芬仁波切也是在七岁的时候 就造定戒报等论 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学问 自然而然流露智慧 从小都是跟其他人与众不同的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然后第二个特点 在当时明朝特殊的时代当中 他又是一个军事家 又是在政治方面非常厉害的 同时他又是在修行方面很不错的 再说他对哲学 心学这方面有一些觉悟 所以我们一般人可能有些人是 我学这个 学那个 很多事情 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在一起的话 就很难的 家庭的事情 上班 工作 好几个事情坐在一起 好烦 很痛苦 其实在王阳门的整个人生当中 他做很多事情 完全都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当中能做出来 这个我比较欣赏的一点 很多佛教大德也有这样的 在特殊的时代当中 他可以扮演不同的绝世 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佛教大德也是这样的 这一点跟佛教比较相同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也好 就学生的话 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不痛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最好不要心特别乱 应该是既然你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话 你要正面地去面对 我们心里最累的 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我发现有一个道理 其实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你都不累 再累也是你愿意接受 但是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让你做的话 你觉得特别累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你有些事情不愿意做的话 你非要一定要做的话 你也就可能接受 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是特别喜欢研究心理学业的话 那为了心理学业 我可能花再多的时间的话 我肯定没有什么困难的 心理也可以的 如果你特别喜欢的一个朋友在一起的话 你时间再长你觉得值得的 如果你本来是喜欢心理学 然后你就非要上什么其他的文科的话 那你就特别累 或者是你本来喜欢跟这个朋友一起 另外一个不喜欢的一个朋友 你坐在一起的话 你就短短的时间也是很累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心态的调整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话 王阳明他的第三个特点 也就是说他购物之志 这方面跟佛教很多相同的 像其他的一些诸子百家 他们当时认为像讲大学这个时候 他觉得是通过物质来认识自己的心 就是这样但是王阳明他不是这样的 所谓的个物应该是抛开我们的分别念 这个时候所有物质层面的外境 就是外物无有没有物质 没有物质的时候 我们内心当中可以寻找 然后排开或者排除所有分别念所设的外境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心就本有的这种良知自然而然呈现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人类自己具有的宁静的这部分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如来藏 如来藏 万法为心造 那么很多人认为王阳明的这种思想跟 威士宗的观点比较相同 当然我也基本上观察的时候 其实他的有些观点跟中观的思想 跟威士的思想都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因为从中观和威士到最近的时候 他连空性也是不成立的 在有些时候就跟他的学术也有一些差别 但是按照当时的这种思想建立的话 也是完全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们自己去探索 包括他的全集大概有四五本书吧 现在出版的 这里面有很多比较特殊的一些意义 跟宗教和现代知识是比较相同的 当然所谓的现代知识跟当今的现代知识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里面很多的比喻跟现在有些不是很适合的 然后你最后问到的就是 我们现在不管是你遇到的任何事情 通过自他交换也好通过哪一种方式的话 其实是如果真正对自己的内心有一些觉悟 就是所谓的觉悟可能需要传统的佛学 或者说一些书里面的内容寻寻观传 这个时候你懂得了其中的意义的话 那不管自他交换也好或者另外那种方式来面对的时候 就是特别的容易 有时候看起来对这种方式是不是古老 成就 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 但实际上他祈祷的作用是更加有积极性的 少师 您好 我业务在李士万大学文基地 今天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是如何保持您对您的上师法 如意保持存心法的信心的 然后我也想请问一下我们该如何培养 然后向您要对上师的信心 我们上场佛教里面有些上师是叫前世有缘的上师 就是今天我看到的老上师他的传记里面也说 他说他前世有缘的上师一口喇嘛 当他听到他的名声的时候他内心有完全的变化 看到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内心有说不出来的一种信心 后来上师对他也是特别慈悲他对上师也是格外的崇拜 因为这样的因缘他今年已经到了九十多岁的时候 对这些上师们对他的哪怕是开玩笑也是对他来讲 一生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这样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上师主义宝对我而言 也许这是前世有缘的吧 因为我在读师范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老师 当时我应该21岁还是22岁 在那个时候这个老师他就随意在课堂上说 他当时是批评 我当时在读师范的时候 一个叫甘子的县城 在那里有个小小的师范学校 然后他当时批评我们这个县上的某些上师 他没有点名但是他可能就比较明确地说 我们现在这里某些所谓的大德的话 有些行为是不太如法的 我非常佩服在舍大的一个山沟里面 听说有一个叫堪波金米彭筹 他现在是能培养大概四五十个出家人 他的言行举止我很佩服 当时我们那个老师叫多杰老师 当时我听到这个时候好像特别莫名其妙的 很有信心后来想自己无论如何以后要去朝拜 后来就慢慢地已经梦想成真了 所以可能确实是有一种当然上师如意宝是非常出名的上师 我这样说好像也是间接 自己跟某个著名的上师前世有缘的话 有一种不是特别的合理 所以我一般也是经常不说什么前世有缘 即生当中我见到上师很欢喜 这样的但是确实佛教里面有一种叫做前世有缘的上师 前世有缘的上师都特别具有信心的 当然我们不管怎么样凡是有法恩德的上师也好 法恩德的老师都要值得非常恭敬 一日为师 众生为父也是一样的 为师实际上佛教里面就把他当成是上师 但我经常世间当中一日为师老师 一日当老师 那应该众生为父亲一样来对待 父母一样来对待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东方的传统文化当中应该有这样的 现在西方把老师和学生之间完全是拼取拼走 只是把他诉说一个知识的机器而已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的 尤其是我要跟你交学费一样的 你也是自己为了这个工资这样的 就没有什么 他们有很多相似的理由 但是如果这样他带给你的这种知识 也是一般的知识 没有力量的知识 如果我把老师当作一个很甚深的 他是很伟大的 这样他的言行举止给我带来的力量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我以前没有认真地学习佛法之前的老师 有时候也是跟老师吵过架甚至跟老师打过架很多 但后来学了佛之后很后悔 所以所有这些犯过的错误都已经密布了 虽然世间的老师但是觉得世间的老师也是特别不容易 如今自己有少少的一些见识和智慧 都是来自于这些老师的辛辛苦苦的汗水和心血而带来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老师也好 每个上师 应该首先要懂得他的恩德 知恩 懂得他的恩德的时候有报恩的心 这个时候对这个老师生生世世也好 即生当中永远都不会离开的 而且他的任何行为都是我可以能接受的 最主要的可能是他给你带来的恩德和恩惠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吧 谢谢 Kanpo你好 我是一名读书馆的官员 我发现就是很多现在的一些像有有一些少年 完全成年人 有的是很喜欢玩手机 很多成年人也是一些媒体一些工作号一些短播 负面的一些影像 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的大环境背景下 如何获幻地传统文化干扯 这样的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就没办法阻挡这个时代的趋势 从宏观的形式我们不得不解释 但传统文化本身它是基础比较深奥的 一般现在很多人都是接受是有一定的困难 这个时候我们很有必要像传统文化的有些历练的话 包括有些三位的一些动画片或者说是科幻啊 或者是这种方式来传播的话 也许可能对小朋友也好 很多人都是更容易接受 也许这种方式如果是真正要弘扬传统文化的话 就很有必要包括我们现在藏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文字 这些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人 那天我跟另外一个堪伯商量 我们以后可能想办法 因为现在如果要做这些的话 也比较可能资金量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可能也想做一些包括一些文字有一些故事 有些故事的话 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的 当然这个制作是需要一个庞大的财力和人力 如果有这些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好处 不然现在各种人为了到达某个目的 就是会可能传播一些负能量的 或者负面情绪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如果传统文化要弘扬的话 不仅仅是一个书本商 不仅仅是一个我们特定的做一个论坛和讲座 就是更重要的适合现在这个时代的 尤其是对一些童年 少年的 适合他们心态的做一些这方面的食品和饮品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要制止他们的话 没办法的 我看到很多父母身边的孩子 如果没有把电脑或者iPad给他的话 他一直哭 没办法的 只要给他 他就OK了 然后就很开心的 不吃不喝都可以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应该提供一个 比较适合我们的这种理念的 就是有些知识可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谢谢大家看住 我以前也是一名学校的学生 现在也是一名学生 那今天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非常的迷茫 然后不知道自己追求什么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金钱是最重要的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然后有时候又害怕困难 就经常会困在家里面 然后就沉迷于网络 那我就想问 作为父母的话 你应该如何用佛法的智慧来营造他们家年轻家 现在有些年轻人确实是不敢面对社会 我看到前一段时间一个新闻里面讲 孩子读完大学之后家里 然后一直不出来 天天地玩网络 后来父母让他上班 出去 大概三个月以后他当中又就回来了 他就不去上班 后来他的朋友也带到家里 然后父母就特别生气 最后通过报警把孩子念出家门 原因是什么呢 后来问问的时候原因是他不愿意上班 觉得父母应该给他提供的饮食 所以现在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看作为父母和老师 我刚才也讲了 可能更重要的给孩子证明一种方向 人生还是有一些非常不如意的现象 如果只看一个金钱 不看其他的话 那金钱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太多了 我们的人生是精神层面跟物质层面 那物质层面 自追求物质层面的话 那精神层面的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可能父母和老师的责任应该给他要交代清楚 就是我们精神层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物质层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否则不能解决人生的痛苦 我是来自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一个研究生 然后就是想我们上师就是关于佛教的 因为佛教不是宿命论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承认 比如说金氏的一些事情是由前世的一个叶因果 来导致导致一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一种情况下 是否有一种自我意识的抉择呢 或者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而不做另外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呢 还是说我自己有没有自我意识的这种 这样的佛教的因果观 实际上并不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也并不是一切都是无缘无缘的 非常复杂的因缘集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佛教佛经当中有一种叫做 欲知前世世 今生数者世 欲知后世世 今生坐者世 意思就是说我们前世的业跟今生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今生的业跟来世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 那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了 我命中注定是什么样的 就无所谓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也不是 也不是 因为我前世做善事 但今生当中如果做恶事的话 我前面的善事其实是没办法完全地成熟 因为恶事的力量太强大 如果我前世做恶事 那么今生当中做善事的话 有些都是可以改变的 就像尿凡私讯里面所讲的一样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种因果呢 就是是有 但是这种因果的话 我们即生的所谓的奋斗和努力 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努力的话 可能会你前面的恶果成熟 然后感受痛苦的 但是因为我努力的忏悔 努力的做事 最后就是原来的恶果不阐述 而且变成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 完全是一种宿命论的话 那我直接享受就可以 我没有必要积累福报 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 一个叫做路进人亡 福罗已经进了 人也已经没有了 这是一种说法 如果福报已经进了 那么人也死了 或者你的福报全部进了 但是按照佛教的观点 你如果继续去积累资粮的话 那有这种转变的机会 就像我们银行里面存钱 然后里面存钱你自己一直享用 一直享用的话 最后存的钱全部都会用完了 就是最后的你没有钱了 但是我一边存钱 我用的时候用 然后在这个上面再存一点 再存一点的话 那么我的金钱就一直可以有远远不断的可以 所以我们前世的业相当于存的宽一样 我即生当中如果只是享用 没有任何积累福报 那我来世或者今世的时候全部用完了以后 为什么现在有些有福报的人 有金钱的人 一出名以后 一发财以后就马上什么事都出现了 然后马上就变成穷贯贪了 其实这个应该是你以前的福报马上用完了以后 如果你再继续做善事它可以有转变 所以要发私信的观点也是这样的 这样复杂的因果关系我们一定要承认 不然好像有些人觉得佛教的因果论太简单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它也有因 也有愿 也有改变 也不能改变 而且我们讲到阿毕达摩和居士论当中 有非常详细的妙处 希望在这方面看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看不过啊 先请问我们要对论坛进行个小结合 筹备这次论坛的时候呢 这个主题呢觉得太大 太红了 但是呢 我们的论坛时间又非常有限 那么刚才听下来 我觉得让我们的内心非常的明亮 而温暖 虽然时间短 但是呢 我觉得看部的开示呢 是言之有误的 这个内容也是非常详实 非常具体的 所以非常感恩这么一个机缘 让我们大家听到了看部的这个开示 那么第二点呢 我想说的是 南农是非常感恩索达基看部 第一次15年来南农文化讲堂的主题是 心灵的绿色家园 那么实际上开示的是我们的人生观 第二次16年 主题是财富与人生价值 实际上开示的是我们的价值观 那么今天的主题 立足当下 核弹未来 实际上开示的是我们的世界观 也就是说 看部的三次到来 现在已经圆满了我们人生三观的开示 非常的感恩堪部 第三点呢 我想说的是 这个 开示是圆满了 但是呢 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 以实际行动去践行堪部的这个教研 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人遵从内心 做愿做的事情 建行责任做该做的事情 作为老师 他的职责就是传道 授业 解惑 那么堪部告诉我们 老师对于学生的人格的塑造 应该是以身作则 应该是以身作则 我的这个总结 就是结束了 现在呢 我们请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代表我们全体 向索达基刊部表示 感谢 切花献博 好 下面 我们全体起名 呼送索达基刊部 祝刊部 张希德乐 张希德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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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